7月25日 微微久微分享和三个儿子的合影 她感慨终于攒齐了三个儿子 可见随着孩子们的成长 母子四人能整齐地聚在一起的机会少之又少了 之所以此次一家人能团圆 是因为25岁小儿子韦子生办了一个生日派对 宴请妈妈和哥哥以及她儿时的朋友们 微微说夜色中眺望家乡北京 别来无恙 未来风光无限 最后一句话暗示自己已经回到了北京 此前一直在国外 微微虽然嫁错了人 但是却生对了儿子 兄弟三人都非常孝顺母亲 围着妈妈合影 仿佛是在争宠 微微的长子为子名是学霸 老二叫为子瑞 酷爱运动 老三为子生从小到大都肉嘟嘟的 长得也十分英俊 兄弟三人长得各不相同 对比之下 还属老大最像妈妈 被三个儿子围绕着的微微笑得满脸幸福 从坐姿便能看出 微子名非常稳重 微子瑞则比较俏皮 两个小儿子感情尤其好 微微被小儿子搂在怀里 笑出了余伟闻 兄弟三人都陆续长大 但是59岁的微微的变化并不太大 身材和状态都很年轻 只有眼角多了几道皱纹 脸上并没有太多的褶皱 微微称小儿子邀请了众多儿时的朋友 来参加自己的生日party 放眼望去 身后只有两个男生 其余都是女孩 有的气质优雅 有的身材火辣 个个都洋溢着满满的自信 大家似乎都说好了穿黑色衣服 衬托得微微更加粉嫩 微微挨靠在小儿子的肩头 曾经妈妈是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大伞 如今孩子们个个都长成了可以保护妈妈的骑士 微子生还被朋友搂住肩膀 看来异性缘很不错 微子生在7月2日就曾说正式回北京 立马和哥哥微子明喝酒聚会 小儿子微子生在纽约生活 今年春节还邀请微微去纽约一起过节 虽然身在国外 但是依然喜欢中国的传统 豪宅很大 看得出来微子生在国外的生活条件很不错论学业 老大微子明成就最高 是北大的本科生 今年又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 也有了自己的女朋友 是微微的骄傲 她长时间活跃于北京 兄弟俩难得见面 所以也就有了微微口中的 终于攒弃了三位二 微微曾在事业上升期 选择嫁给了瑞典钢琴家迈克尔史密斯 并且随对方到瑞士定居 两人有着足足25岁的年龄差 虽然迈克尔史密斯在艺术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但并不是一位好丈夫 微微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好在混血儿子都非常懂事 微微也在离婚后争取到了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带着他们在北京生活 如今59岁的微微还是泰国西纳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母子四人都各问东西 忙着自己的事业 能聚在一起的机会越来越少 所以此次团圆 作为母亲的微微自然很开心